蜜蜜 你知道天使盲蛋吗 这种我知道啊 想卖好久了 它的全体叫做 模拟发丝 天使盲蛋 你去买了送给我了吗 想的美 我只是买了跟你一起玩而已 玩意型啊 赶紧拆了 哇 有翅膀 果然是天使 哇 开箱的破线一世代版本啊 我们要有五个小天使 这个包装太好了 换一个角度打开 还会出现一堆翅膀 哇 好可爱的小天使啊 他们发型都好好看啊 想玩哪一堆娃娃娃呢 小天使好好看 真的 舅舅的小婢女好可爱哦 长真下火 开玩 最后还有一对天使翅膀 开蛋有惊喜 有一本小图册 打开之后也是仪式感满满 已经发小天使的肤色是小麦色哦 底上还有一些小雀斑 剪得它更可爱了 这个小芒子里面是头发 哇 我真是头发哦 还是浅浅的粉色 它戴上去好像也不这么搭呀 这才是个大芒子 哇 东西好多啊 更像小耳环 还有酷酷的眼镜 新颖形状的大叔只可以帮他整理一下发型哦 再来一个印第安的头饰 它有一个特别重要装饰品哦 就是天使的翅膀 这是一个充满英语风情的天使娃娃哦 这里人家还有一般天使形状的史莱姆哦 是个好Q强啊 像泡泡糖一样 这蜜头色也太粉嫩呢 玩起来非常的柔软哦 看我的芒大铃是些啥 哇 这个娃娃头发也太炫酷了 不仅是紫色 还带有蕾色光芒 这个啾啾扎的也好牢固啊 让我给你打扮一番 呸 手镯戴起来 再来个耳环 它的耳环是白色的哦 它的眼镜好有科技感 紫发娃娃的翅膀呢 是白色的 我的天使娃娃 简直就是走在时尚潮流的前端 每个娃娃都配胶天使尼哦 哇 这个卷发天使好像一个公主啊 这个大锅当也太好看了 这个天使居然还配有一个迷你小包包哦 简直太错美了吧 那耳环也很好看 是一颗心哦 它翅膀颜色也非常宽宽哦 是这种替服你男 我觉得这个天使应该是你们最美的娃娃了 你们觉得呢 这个娃娃好俏皮啊 发型好像小丑女 天使的耳环最特别 是两个不同的形状 最为一个时尚人士 怎么缺得了大金手环 腰包也是必不可少的 太fansion 戴上时尚弄潮儿的大目镜 妆化能飞上天的小翅膀 绝对是这条街最靓的小妞 但这个妹子长得有点黑 可是看起来也是萌哒哒的感觉 更不是这一坨小丑毛 捏起来好解压呀 它的包包是最精致的哦 而且还是斜胯的 这个心情发布也好可爱 想看吗很耳环 天使当时小丑要吃饱咯 这个天使玩具有一种健康的美 我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事情 把天使的发丝放到龙鼠里面 瞬间和蓝色变成了紫色 怪不得叫魔力发丝呢 丢手把水滤干 又变成玉璃蓝色的头发 试试这个粉色的头发 放在冰水里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居然变成了美红色 哇好神奇啊 最后再来举办一个天使娃娃选美大赛 你觉得前三名应该是谁呢